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几句话讲得非常之好 为什么呢 净土发门是阿弥陀佛建立的 阿弥陀佛不是为自己建立的 我们到后面会念到 这部经里面 有极乐世界的历史 说明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 阿弥陀佛建立的 建立的目的 是帮助一切祝福插图里面的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太苦了 超越六道太难了 他以善巧方便 建立这么一个新的世界 极乐世界真的是新兴世界 因为从建立到现在 时间上讲只有十节 在无尽的时空当中 它是很短很短的 它是个新世界 目的帮助这些众生 在六道里面 没有办法把烦恼习气断掉 等于说 他建造一个非常理想修学环境 借引大家到那边去共修 阿弥陀佛亲自知道 那里就是他一个老师 那个里面所有障碍我们 诱惑我们 在那个世界里头 不但你看不到 听都听不到 环境好啊 我们自己虽然 阿雷耶里头有不善的种子 在那个地方没有不善的缘 所以因为有缘 不会起信息 它不起作用 所以说 最理想的一个修学环境 它用了五界的世界造成 怎么造成 现在我们 你了 尤其得到这个近代的量子力学家 给我们证实了 确实是可以能造成的 无界世间 它的运力造成 但是谢谢大家 咱们 有些人 是有意识的